小胡子 沃尔沃X760和奔驰GLC怎么选择 感觉奔驰GLC太普通了 烂大街了 想买沃尔沃X760 步走寻常路行不行 质量怎么样 这两台车差距是非常大的 奔驰属于豪华一线品牌 沃尔沃是豪华二线品牌 品牌养力 如果要个牌面 那么你肯定得选择奔驰 如果是聚家工人的 不想那么高调低调一些 那么沃尔沃X760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主要的差距就是价格价格价格 差太多了 那么一台最低配的奔驰GLC也要40万 是不是 那么40万选择沃尔沃X760 可以买个最顶配的了 这是最大的差距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 奔驰的这个行车质感 高级感 静音NAS这块 还有舒适度 绝对是沃尔沃X760比不了的 奔驰GLC全系标配 悬挂软件调节 是不是 这个是沃尔沃比不了的 但是沃尔沃它有它的优势 它的优势是说 整台车的车身安全上 绝对是车型内的一个标杆 整台车用了很大部分的 3%多的一个棚杆 棚杆强度是非常强的 早期潜艇啊 装甲车呀 还有这个坦克上面都用这个棚杆 每平方厘米的这个棚杆 可以承受15吨以上的重量压制 所以说沃尔沃车身安全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在车型里面绝对是个标杆 再一个它车内的用料 非常环保 新车大概也没有什么意味 甲权含量低 这个也是奔驰比不了的 所以两台车主打的不一样 如果你想喜欢北欧风格 简简单的 素质低调一些 那就沃尔沃插息六连 这款车但是说 隔音做的不好 并且跑起来的静音NS 做的是真的是不那么好 发动机的声音很大 这点是绝对不如 奔驰交易高级的 是不是 毕竟是一分钱一分货 优势 沃尔沃的优势 奔驰不具备 奔驰的优势 沃尔沃同样不具备 那么两台车都是全系全池市区 这个奔驰是自己家的四驱系统 而沃尔沃采用的是 瑞典汉德第五代四驱系统 都不错 那么沃尔沃是自己家 2.0T发动机 配一个爱心8AT变速箱 前送纳币 后面都能感情话 也都用得铝合金材质 而奔驰GLC呢 自己家车的2.0T 无论这家发动机 分低功率和高功率 如果你想买四万低配 只能买个低功率的 那都能比较弱一些 如果想买高功率 还得去加钱 这就是德国德系车的套路 包括这个宝马呀 奥迪呀 大众都是分为低功率和高功率 它不像这个美西国产 还有欧美那边车的 从低配到高配 都是一个功率 所以这一点里做的是非常好的 奔驰采用的自己家车轮的 9AT变速箱 这款9AT怎么样呢 可以承受大扭矩 不错开了 但是说低数档 说一二档 起步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些顿挫的 即使是放在奔驰S级别上 他也有这个毛病 奔驰嘛 他只有这一款变速箱 没有别的 就是主要发的一个9AT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两款车子还在的话 如果说你要个牌面 便便养力 出一个办事 做生意 你就要选择这个奔驰介绍器 如果是纯纯家用 但是不 我的建议呢 沃尔沃擦洗里能更加健康 而且车身安全非常好 虽然是没有奔驰介绍器那么高的 但是它也便宜 是不是 并且它这个发动机变速箱 也是非常皮脂耐造的 品牌变速箱 对吧 熊华底盘也是不硕 基本上是不通工解料的 不像德西车 通工解料 解料厉害 对吧 那没有开过 或买过再两款车子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 评论点赞 拜拜